從這邊一向右轉 我沿山一向右轉 哦,好涼 往貓空的方向前進 一直走 沿路一直往 813露營區的方向前進 從這裡要向左轉 花岩山林的方向 一直上去哦 這裡就蠻小小的 小心 到了這裡以後要向右轉 不適合上來 這裡的路不太好找 可能要看一下這裡的方向 等一下我會說明哪裡要左轉 接下來我們快要到了齁 那,呃,前面 前面有一個 岔路很重要 有一個岔路很重要 這裡不會走錯 走錯的話 可能就 就 亂掉 就這邊 左邊是佛山嘛 我們要往右 往右這個小岔路進來 哇,這裡 居然有 不要跑不要跑 哇,這裡有農家 好,幾隻走快到了 接下來路 越來越小條了 很越大路 這裡 轎車 轎車應該無法雙向 只能一台轎車進來而已 所以如果開車的朋友 可能要小心 這裡路非常窄 只能容納一台轎車的寬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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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,到了到了 在前面而已 快到了快到了 終於到了 這就是傳說中的 彩虹橋 好 我拉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明天是颱風 我趁颱風的前一天 趕快來這邊 走一走 旁邊這裡有一條小路 可以走進去 這邊 不知道有沒有人 走過 這邊 這邊 哇,太茂密了 應該很久沒有人過來走 應該很久沒有人過來走了 來這邊野餐 可能要小心看一下 地上有沒有 那個 被咬到就完了 哇 太棒了 好 現在是早上 10點20分 2021年9月11號 禮拜六 現在10點20分 明天就是颱風天了 趕快 過來這邊看一看 哇 綠色的青蛙 為什麼會灌在籠子裡面 它跑得出來嗎 哇 這就是傳說中的三峽彩虹步道 這個彩虹瀑布 這裡雖然不大 但是 感覺蠻悠閒自在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來過這邊 好的 那這 這裡就是今天 幫大家介紹的 彩虹瀑布 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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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